嗨,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的Immission要带大家来到了热情洋溢 色彩鲜明的墨西哥 墨西哥是多个美洲文明的发源地 运营着玛雅、托尔特科和阿兹特科等文明 于16世纪初被西班牙人所占领 从此被西班牙殖民成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从它的建筑物来看见 有许多的古文明文化 如古城特奥地瓦坎 西班牙于1810年宣布独立 1821年正式获得成任 随即建立了墨西哥帝国 其后又被推翻成为墨西哥合众国 我们简称为墨西哥 想到墨西哥我们就想到的是卷饼 还有它有许多充满历史的建筑物 如他们的国家美术宫 还有着著名的节日亡灵节 当天许多的糖果许多的事物 其实就像美国的万圣节一样 其实主要他们就是来 思念已过的祖先和家人 人们也会打扮着各式各样的鬼亡灵 这样然后上街去游戏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墨西哥在今年又再创了一个节日 但这个节日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祷告的 这个节日叫没有女人的一天 2019年就发现了一个数据 平均每一天都有超过10名的女性被杀害 2020年刚开始的1月就有一位女权艺术家 Isbel被枪杀 2月有一个震惊全国的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就是有个25岁的女子 她被丈夫杀害后 场遭剥皮肢解器官被刨出丢进下水道 同月有一个7岁的女童被绑架撕票 这些墨西哥的女性 她们因着这些的案件 她们发出了怒哄 在3月8号的一个国际妇女节的隔天 她们发起了一个节日 没有女人的一天 透过这个节日 她们全体大罢工 没有上班 没有上学 也没有做家务 她们要透过这个怒哄 期待国际间可以看见墨西哥 对女性的这个权益的漠视 也期待有人来伸出援手 来看见墨西哥需要来保护她们的女人 所以我们恳求大家一起来祷告 为墨西哥来祝福 我们祈求在墨西哥的女孩 女性们 她们可以活得平安 活得自由 活得自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把墨西哥的女性 都交在你的手中 说我们看见有这么多恐怖的案件 在墨西哥来发生 说这些女孩们 她们需要平安 这些女孩们她们需要被保护 我们祈求神啊 你亲自在她们的政府官员 特别是治安单位 主啊来彰显主你自己 帮助墨西哥的女孩们 可以脱离这一切的恐惧 主啊有平安在她们当中 特别她们周围的家人 她们的男性友人 甚至男性家人们 也不是那施暴者 而是那个成为保护 他们这些女性的 这些勇者在这当中 愿主把平安 把爱放入到墨西哥里 主我们祈求福音也在那地来管传 好叫神的爱 止息一切的仇恨 止息一切的暴力 让墨西哥在一个平安的里面 主我们恳求你 与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我们一起来为墨西哥的女性来祷告 记得让我们一周一次 就来为一个国家来祷告 相信透过我们的祷告 祝福就在其中 订阅频道 开始小铃铛 让我们的祝福不间断 祝福大家 拜拜